台大还在这方面 还在扩厂 我想大概希望了 两年之内 我们可以 可能不会是整个的并购 可能会是投资 那这些也都是我们的方向 所以这里面 其实机会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持续会走这个路 台大电看好电动车事业 今年营收渴望年增 双位数百分比 其他像是被动原件资料中心 5G及自动化成长强劲 台大电成功转型与整合 被财经大佬点名 是台股低调王牌 更可能是下一座护国神山 他连这个像是绿能 像是风力发电 他其实都有所琢磨 他的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就是外界是认为说 他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的原因 法说会释出乐观讯息 却也谨慎看待拓展计划 董事长海英俊表示 未来市场灰天鹅不少 手中保留子弹随时因应比较有弹性 创办人郑崇华 当年的双保险接班规划 让投资人越来越放心 30新闻正我报道